据央视军事6月10日消息 韩媒近日披露 4月9日才下线并高调亮相的 韩国产KF-21隐形战斗机原型机 时隔仅仅一个多月就已经被拆的708落 有航空专家称 这种做法在海外难选先例 韩媒猜测 该原型机可能是匆忙拼凑的样子货 目的是确保该战机的海外合作方印尼继续投资 KF-21原型机成一 一堆碎片 韩国的五代机美能破碎 事实是怎样尚不可知 但值得一提的是 近年来韩国军方对KF-21原型机寄予了厚望 甚至组装工作开始前 工作人员专门跪地祈求神明保佑组装工作一切顺利 4月份在位于韩国沁上南道四川市的 韩国航空航天工业公司总部总装大楼内 公司高管和员工为KF-21战斗机原型机安全组装进行祈祷 大楼内设置了供桌 摆放了水果米酒年糕 还有一个大猪头 工程师们对着猪头下跪磕头 还有猪头的耳鼻喉接三有大额钞票 网友纷纷表示 贵猪头果然没多大用 根据韩国方面公开的资料 TF-X最大飞行速度预计为1.8马赫 航程2900千米 最大有效带赫7.7吨 从指标上看 没有太过突出的地方 工程师们不熟细地加热 同期见 第一次见 本集团 准备